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房子最重要是尊重屋主 无论屋主是人还是鬼 那屋时都应该跨过门栏 因为古时 门栏的高度代表家族的声望 所以看房子的时候 设计踐踏门栏 买房子最忌计买房子 买房子还有一点骚髒 所以看房子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屋里面有没有供奉先人的灵位 正所谓阳居阴杂 骚髒那坛 阴阳而老是不宜相处 是同一空间的 如果灵位放得不妥当 屋主会惹你的梅气前身 看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感官直觉 屋外明明太阳光猛 入屋之后变得隐隐隐隐隐隐 所有闻窗都闪了 你竟然感到有风吹过 你屋里还不是有东西 如果我不想买到空窄的话 看房子的时候 主要带到小朋友和小狗 为什么呢 这狗狗是欢迎拍摄 和靈體相近 如果这狗一入屋就立刻吠 嘩嘩嘩嘩嘩嘩 肯定是看到一些 魔鬼冤魂的东西 入屋记住 先按个钟 目的是 通知屋里面的另一个空间 朋友 有人将会入屋 如果对门 开极都开不了的话 这朋友不是那么欢迎你入屋 I don't know why they do Won't you open 这个时候 最好就是 走位上场 如果这间屋的主人 他患有重病的话 你买这间屋 你随时会沾上霉气 那你就得不尝失了 所以入手之前 真的要想清楚 明知屋有鬼 为什么还要跟鬼同住 怕我多个怕鬼 香港楼市真是贵 不是人住的 看我们的晚片 你就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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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